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曲盤好時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錦昭 我是王少 我今天介紹的很知性的歌手是 童安格老師 沒錯 我對他最有印象的 其實大概兩首歌 我們今天就放在第一部跟第二部介紹過了 忘不了也很有名啊 忘不了就是我的第三首歌曲 這三首歌就拿來跟女孩子表白 就特別的好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對不對 這個就大概在告白 那附近的時候拿出來唱一下 然後吵架了就說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分手了就忘不了 我的媽呀 這是戀愛三部曲是吧 你都可以把它拿成這樣 這個大概可以媲美那個民歌時期的 什麼擅長電影啊 對不對 那三首歌曲這樣 你太厲害了 可以吧 可以啦 就完整的詮釋了一個 就是從這個交往到被拋棄的過程 是 沒有 人家那個那麼好聽的情歌被你講成這樣子 直男的心情 被你講成這樣子 不是 真的是好聽啊 所以我們才會很容易就會帶入到那個情境裡面去 其實就是說 通安格老師他的音樂創作 還有他的一些成績在這個 演藝圈或歌團的成績非常的亮眼 那他在像我們在講說 他在這個93年啊 他還榮獲這個中國十大最受歡迎的歌手獎 真的啊 對啊 後來同一年他第二次 因為他已經得到這個最佳歡迎獎了嘛對不對 當然要再開一個演唱會啦 所以在辦一個十場個人的巡迴演唱會 先票選完了確定非常受歡迎 這樣子演唱會的門票就一定是能夠完送 當然啊 那在同年的這個4月20 他還幫周華鑫創作了只有你 這首歌啊 後來在他的這個滑心 周華鑫的滑心裡面的專輯裡面就收錄在裡面了 對 所以他也幫譚詠寧創作歌曲啊 真的啊 對啊 愛多一次痛多一次 對 所以他的創作非常不是只限於說 中國啦 或是台灣 對 香港也都一樣 那在94年的時候 他還成為台灣第一個首次哦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米高梅大酒店 嗯 這個辦個人演唱會的台灣歌手 哇 嗯 唱到從國外去呢 對 對而且在同年4月1號還發行個人的音樂專輯 現在以後 嗯 那這個同安格啊 憑藉這個專輯啊 還三年還入圍第六屆台灣金曲獎 第六屆的台灣金曲獎 對 最受國語歌曲的男演唱人獎 最受 哦 哦 男演唱人啊 是 沒錯 而且這個專輯還入選這個最佳演唱專輯獎 哇哦 對 哦 那這一次拿到很多的殊榮 嗯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而且他還 殘年哦 十大最受歡迎的歌手獎 中國啊 殘年耶 十大最受歡迎的男歌手哦 嗯 那在7月的時候還去這個 我們的國父紀念館 還有台中啊 舉辦三場個人演唱會 他還擔任過這個台灣電影金馬獎 的這個最佳電影歌曲獎的這個頒獎人 嗯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的 有才華啦 然後在96年他也有登登上過 央視的春晚 哇 真的哦 那時候可以到春晚去演唱 那其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能登上 這個代表你要一定的咖 對對對 你才有辦法登上嘛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他還在這個98年的時候 他在這個加拿大的溫哥華 對 的這個電台 中文電台裡面還主持節目 哦 啊 對 他也變成是一個廣播人 哈哈 很厲害 非常的厲害 所以童安葛老師他可能是在從很 很早期的時候就是打下來很好 在音樂方面 各種工作方面的歷練對不對 是 也不是只有單純是詞曲的創作而已 參與過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對 而且他 他的一些歌曲的創作大部分都是很 有許多的歌手都很喜歡去 就是邀歌嘛 嗯 像有一首歌 我覺得在我們收藏家都一定 又是造成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打架的嗎 這樣大家為了收藏 這樣 其實在這個1988年的2月啊 江玉恆老師 他就有發行的一張專輯叫 《一世情願》 那隔了三年後 1991年 童安葛老師又把這首歌 又收錄在他的這個專輯 也叫《一世情願》 那這是同一首歌曲嗎 沒錯啊 那這首歌曲 其實就是由江玉恆老師 他應該是去跟這個 同安葛老師邀歌 對其實這個就跟那個邱海鎮一樣啊 那同安葛老師又把他拿回來唱 就變成說我們 就會造成一個我們收藏家的困擾 兩張專輯都要買啊 這方面的困擾不是很好解決嗎 就是 只要能夠搞定這個 這個 沒錯啦 財務方面的 是當然 不過我覺得這些歌 每個歌手唱都有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味道 那也同安葛老師也因為這首歌在92年的時候 他入選了第三屆的台灣金曲獎 最佳國語男演唱能獎 哇塞 哇塞 像這種一首歌同樣的一首歌曲有兩個不同的歌手老師 就是他的來詮釋 那我想應該都會有不同各自的味道 沒錯 這是不是好像我們在以前曲盤 《聽遊記》裡面有提到過 像一歌兩唱的這種情形 對像一個紅蛋 一個紅蛋嘛 對啊 一張唱片只有兩首歌 兩首歌就 翻來翻去都是同一首歌啊天啊 對 差別就是在 就是不一樣的那個詮釋的味道 沒錯 那像裡面這張疑似情緣 裡面還有一首 是我自己也很喜歡的傷感列車 這有點私房在 為什麼是特別喜歡傷感列車這首歌 沒有 因為傷感列車 我一開始以為是那個楊俊榮唱的 啊 楊俊榮老師也有翻唱過嗎 沒有沒有 楊俊榮老師是原唱 他才是原唱 對 他又把他拿來 再重新再把他詮釋 對 另外一個版本的一歌兩唱這樣子 那我覺得非常的經典 天啊 那太厲害了 那你最後這首歌曲給你點歌好了 你要放哪一首歌 哦 當然是要讓大家來聽聽 楊俊榮老師的一世情緣 哈哈哈哈 今天是介紹這個 楊俊榮老師嘛 嗯 不要放錯哈 是 好 ok 那我們最後就來聽聽看 有楊俊榮老師所演唱的這首 一世情緣 希望今天為各位安排的節目呢 各位聽眾朋友會喜歡 相關的節目內容訊息呢 請上城市廣播網來搜尋 也可以透過ig app youtube podcast等連結來重聽 另外聽眾朋友們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到木歌音樂工作室 以及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的 臉書粉絲專頁來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的夢有一把鎖 我的心是一天紅 等待的 等待有人開啟 你的蚊子那麼熱 你的吻是那麼甜 仿佛前生消失 今生再见 月下独自来到 旧日相遇的地点 合伤着凝望的尘严 也许只有一个人 才能明了这一切 遥远的思念 堆积在眼前 也许只有一个人 才能改变这一切 前世的思念 今生今世来了解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梦有一把锁 我的心是一条红 等待有人开启 你的饭是那么热 你的吻是那么甜 仿佛前生消失 今生再见 月下独自来到 旧日相遇的地点 吻散传着净 月下独自来到 中间的地点 遥远的思念被记在眼前 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改变这一切 前世的思念今生今世来了解 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改变这一切 前世的思念今生今世来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